今天不講理 今天五四三 今天五四三要專訪的大來賓呢 他在2017年 榮獲了十大傑出青年 所以你今天也帶著優秀的青年 要一起來專訪他 我們帶了五大傑出青年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幾年前呢 我們全教會一起捐了一個貨櫃 募資了所有的這個鞋子 然後來到這個倉庫裡面 然後把它塞到貨櫃 把它打包 讓他們可以繼續非洲給那些小孩 我還記得那時候就是太陽超級大 然後呢 我們就是一堆臭男生 寄那個貨櫃 可是那時候我記得氣溫應該有30度 所有的那個男生就寄那個貨櫃 哇 味道真濃厚 那時候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玉德是負責交管什麼的 我那個時候是下大雨 雨天的時候 然後那個直接引導所有的車子 往裡面走 然後還會遇到那種交通阻塞的那種 然後每一台車都是帶一大堆鞋子 對 所以等於經過這樣的洗禮啦 今天剛好可以直接來到 佛麗很倉庫的第一線 我們專業的啦 對啦 今天是我們專業的 但是雖然你們專業 但是也是要聽聽我們的創辦人 怎麼來告訴大家 一般的志工團到底要怎麼進行這個流程 好不好 我們來歡迎幽潤 Yeah 聖略 好高興可以來到你們這個 在林口的倉庫 其實教會也算是我們長席合作夥伴啦 對 我們剛剛在提到我們那一年在收鞋的故事 真的太不堪回首了 聖略牧師那時候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個募集 然後辦一個月 我說一個月會不會太久了 因為通常都是幾萬雙鞋子進來 而且我就很生氣 但那時候我們才剛認識 我想說這個楊宥潤 太小看我們教會了 辦一個月絕對沒問題 結果一開場 第二天他就打電話說 宥潤可以取消嗎 真的 我三天就想結束他 全台灣的鞋子就湧進我們教會來 但我覺得回頭看是值得啦 你們撐下來是好事 因為最後甚至還有 志工加入教會 然後變成受洗的會友 很多很多的 很經典的故事都在教會裡面出現 真的沒料到 當你說你需要舊鞋子的時候 台灣人這麼多舊的鞋子 對 所以第一個被灌爆的 其實不是指聖畜牧師的教會 是我家 對 從地板到天花板全部都塞滿 都是鞋子 然後當然很幸運的 當時是寫我哥他家地址 不是寫我家地址 所以是我哥他家被塞爆 我會寫張光瑋家的地址 OK 其實今天來到這裡 也是要告訴大家 只要大家有心都可以來當志工 所以當志工我們怎麼調節 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十二歲以下的 十二歲以下的小孩子 因為我們這邊畢竟要搬鞋子 所以我們不讓小孩子搬 就沒有搬鞋子這一塊 但他們可以來送鞋子 然後我們也告訴他送的鞋子會去哪邊 那如果十二歲以上的 大家就是說什麼 就是身體可以搬東西 可以分類的話 都可以一起來當志工 好 我們今天呢 特別準備了這一些物資 給大家整理喔 所以沒整理完不能回家 這全部都寄來的對不對 對 這是從台灣各地寄過來的 OK 箱子拿起來拆開 倒出來 大 中 小的鞋子 OK 中間大 中 小 然後旁邊的話就是 衣服跟包包 有一位就是專門把它綁起來 然後送到後面去堆疊起來 準備要出海 有時候某些鞋子看起來是很乾淨的 對 但是有可能是因為它買了之後 放了三年 四年 五年都沒穿 對 那看起來很好 可是捲過來 它可能一折 喔 在這邊 喔 所以就壞掉了 這個 這個肥就沒辦法嘛 肥有點太高了 所以高跟鞋 基本上來講 我們所要送去的地方都不太適合 搓鞋啊 或者是 只要是露出來了 露太多了 因為沙澡也很容易繼續感染 那還有另外一個狀況是 膠鞋 這種塑膠的鞋子我們也不收 因為我們放在海運裡面 貨櫃裡面 兩個月之後 有可能就溫度很高 整個到了當地之後變黏黏的 或者是會溶掉 吹掉 對 吹掉 所以我們就沒有收膠鞋 那當然還有 這個當然不行 這非洲怎麼收不了 這雪萱 雪萱也沒有收啊 那個開工之前啊 因為也知道 每個人的N字各有不同 所以在各個崗位上 有沒有個別需要什麼樣的特質 我剛剛講的有一個人 需要把他綁起來搬過去 這個人可能叫最壯的 搬最多東西的 陳怡君 對 沒有 我害你 OK 來 這邊你可以看到這個民眾 他可能就覺得說非常細心 就幫我們打包了很多層塑膠袋 但其實要過海關的時候 是不能用塑膠袋的 到時候還會變成 大家志工們要再拆 鞋子來就好 對 就直接那個大箱子 倒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 他有可能是另外一雙鞋子 我把一雙一雙分給你檢查 诶 優然啊 那個大中小的鞋子要怎麼分啊 所以你看到桌子這邊的邊緣 都有一條紅線跟黃線 然後對底超過紅線的就是大鞋 然後小於這個黃線的就是小鞋子 優然那請教一下 像通常一個志工團啊 你們會安排多久的行程讓他們做 可能就某一個下午 兩三個小時結束之後 再30分鐘的分享 這個分享可能就會介紹非洲做什麼事情 我們在那邊的工作 你們剛剛整理的鞋子會到哪一些區域 會怎麼樣發送 這樣子的介紹 那時候疫情發生的時候 不能招募志工對我們影響很大 我們平常也希望一個月大概就有 100個志工 50 100個志工這樣 所以我們裡面的人就是加倍的工作 然後就要火速的一直拆一直拆 來 是啊 我們剛剛一邊整理鞋子 然後那一年所有的疫情疫景又好像又回來了 直到我跟你一起飛到當地 就是我們把那個所有的鞋子拿出來 交給當地牧師的時候 那個貨櫃居然成為當地的育幼院的一個教室 難以形容的感動 到了現場才會知道每一雙鞋 那個小孩子看到的興奮 他們自己穿上去 有可能人生第一雙鞋穿上去 沒錯 那個比較 那個跳舞 我覺得在現場看到那個畫面 才會知道說在這裡整理的每一雙鞋 它其實很重要的 不會忘記就是那個孩子穿上鞋子的那一刻 是多麼喜樂的那個笑容 對 其實幼人偷過舊鞋來舊名外 其實在當地也做了很多這樣的事 鞋子只是我們的其中一整個 大雨傘裡面的一小部分 那我想牧師去過那邊也知道 我們在那邊幫他們蓋學校 挖水井 做社區的建設 養雞 農耕 所有的這些事情 包括當地家庭教會的經營 包括拆派宣教士 還有愛女孩 對 都是我們其實整個 真的要改善他們生活的方式 那如果我在台灣跟大家說 要幫助非洲孩子有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要透過教育改革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要捐款的時候 一起來支持他們的教育改革 我誠實講不太有人會捐款 但是我如果跟你說 你家裡有沒有沒有在穿的鞋子 可不可以送給我們到那邊預防殺澡 大家就會全部清一堆 我們本來已經訂好要去了 就是疫情把我們打亂了行程 你可不可以讓我們大家知道 你怎麼開始這個事故呢 大家常常聽就是我講我的岳父 在那邊做宣教動作 那在宣教的過程當中 不可能不關乎他們的身心靈 以外的肉體上面的需要 所以才給他們衣服鞋子 然後教育水資源 並不是在想說我要創一個多大的 非營利組織或者是做一個跨國的機構 而是一個看到鞋子的需要 看到水資源的需要 看到什麼的需要 才一個一個計畫慢慢擴張出來 不斷的滾動式調整 走在神要我們去做的事情上面 我相信不管是在信仰當中 或者是在職場當中 其實這樣是比較 我聽見大家大概都是這個樣子的 我印象中很勵志 是因為你以前是在街頭上塗鴉 從我十八歲在街頭塗鴉的時候 認識了澳洲的牧師 那我的澳洲牧師也是全身都是刺青 以前是公邦派的 所以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個 原來信仰不是都是一個樣而已 那他的生命故事讓我想要去認識 接觸這個信仰 一直到最後我自己 生命也開始慢慢改變 我說你不可能買一張機票 飛到非洲就變得瑞莎修女 你在台灣都不照顧你身邊的人 那你怎麼可能會突然 跑到非洲變大善人 真的是要關心人的心是第一步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去找市場上面 你有興趣發展的類別的NGO 舉例來講有人特別有興趣去 照顧偏鄉的教育議題 有人特別有興趣關懷流浪狗議題 有人是照顧老人 有人是國際性的議題 然後跟他們同行一陣子之後 你可以再考慮是不是真的 這是你的有興趣繼續發展的層面 我覺得這是蠻實際的第一步 去接觸一個你有興趣類不行的NGO 然後想辦法跟他們在一起 你還有活水啊 你還有對那些很弱勢的婦女做的 少女的這些計畫 還有當地的農耕啊 其他這些龐大的事工 你怎麼開始的呢 我們OK把鞋子送到了 幫他們醫療的過程當中 發現很棒 但是也發現 就算你把它腳醫好了 它喝的水是細菌感染的黃色的髒水 那它還是會死亡率一樣高 所以當你居住在非洲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議題 你就可能就會開始研究說 那怎麼辦 怎麼幫他們弄 當你真正關懷一個議題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問題 你就會開始一直想答案是什麼 所以才會延伸出現在這些 所有的專案 其實對某些人而言 算是一個蠻需要勇氣的 那你會怎麼樣跟年輕人說 怎麼樣找到這個使命感 我會做一個比喻 就有點像說 你看到一個人 他做的那個鐵人三項好了 他做超多超多很辛苦的那種練習 或者他做得出很難的事情 你看到他怎麼做得到的 但他絕對不是今天很瘦 明天就舉那個重量了 對 他一定是中間慢慢的慢慢的 辛苦一點點 又辛苦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再多一點點 到了某一天 你從旁人的角度來看 他已經是很誇張的 但是他的養成會讓他習慣 人都會習慣 所以我會建議 你還是要踏這一步 然後再多做一點點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肌肉會越長越壯 你有曾經想要放棄嗎 我是好像覺得 我幾乎每一天都想要放棄 那個放棄就是說 我都會跟我太太聊天說 這個已經做了那麼多了 我自己就到今年就好 協會已經有足夠的動力 有足夠的人員 有足夠的所有的一切 他可以繼續走下去 我自己已經看夠多了 結果隔一兩天 我們非洲的祝典人員 就傳了一張照片給我 就是一個小孩子 一手拿著乾淨的水 然後一手拿著 黃色細菌感的髒水 然後我的員工就說 我們又挖一口井了 又有三千個孩子 可以有乾淨的水喝 活著下去 然後我就轉頭 跟我太太說 要不然我們多做一陣子 好 又人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其實是有一個宣教的心 你怎麼在這當中可以拿捏 然後又做得這麼好 福音是很慢的 我們都知道帶一個人信主 更何況要把福音傳到 沒聽過福音的地方 那個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緩慢 我自己想不到的一個答案 就是我的機制裡面 必須要有信仰的存在 去卡住它 假設我們在非洲 有家庭教會的存在 你就一定要去為它撥預算 當今天全部的資源做的事情 如果都是分配在慈善工作 就算我的心是愛神的 但是其實我不需要信仰 就可以繼續營運這慈善工作 但如果我有一半的機制 宣教士 教會 所有的東西都是信仰的 卡進去之後 我下一個接棒的人 他如果沒有信仰 他很難接下去 因為他不可能去管理宣教士 對… 真正的議題是在我的下一棒的下一棒 他的接棒那個過程當中 他所看見的機構的資源的分配 是不是有信仰的機制存在 累了一天 你們分享一下你們今天的心情 來 以前 相當的充實 對 你們說肌肉的部分嗎 對 感覺在建築房間 主要有這種感覺 對 因為我做的那個是猜紙箱 對 所以他可能覺得猜紙箱 就是猜紙箱 但不是 就是你要猜便行的紙箱 一直瘋狂的猜 就覺得 我真的是紙箱鋪 紙箱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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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他做猜紙箱工作 還是要全裝 你們有注意 好 姜宇德呢 你覺得 我今天真的也是很累 因為我們是 我是把那個紙箱搬下來 然後剛剛聽到他們紙箱那個 拆的這一整個量喔 是一個早上就要完成 所以剛剛我就一直在趕 一直在趕 還是追不上他們的數 對 FAN啊 喔我是把他搬上去的 你現在是最累的 我那個超累的 但是我覺得最累的是 我們搬了已經兩個小時 結果進來那裡還那麼多 我以為那裡會少 我們剛才開始拍 好像差不多吧 所以表示這裡真的很缺制工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這裡 好不好 不是 今天的五四三燈 真的特別有意義 不僅聽到大來賓 佑任哥的故事 對不對 還可以跟著你的同工 一起參與就學就命的 這樣的一個施工 最後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跟粉絲在網友說 那今天跟佑任一起訪問的 過程當中 我也發現 其實我們一直說 傳福音 傳福音 但是如果我們 只為了要說福音 而忘記當地需要福音的人 他們實質的需要 我們甚至三言兩語說 平安平安 就把他們打發走 其實這不是聖經教導我們 其實上帝擺在你心中 或者你的周圍 讓你看到很多的需要 那說不定就是 你的呼召之處 今天不獎禮 今天五四三大成功 YEAH